才四月份 動不動就破30度高溫 這也預告夏天快到了 加上有節能家電就換新補助 不少人準備搶搭補助列車 但市面上冷氣款式白白種 看得眼花撩亂 省電為主 對 省電本來就是不太會 就是每個月收到那麼多的狀態 對經濟來講 可以比較負擔沒那麼大 你省電 第一個我一個月可以省了好多錢 那你空氣好的話 第一個我就不用再去 擔心孩子們的過敏 一早起來 嗅嗅嗅過敏什麼 我就不用擔心了 還有保固七年 哇真的是 說命很慘 就很好 消費者比功能 比省電 甚至比起保固期 減能減碳時代 業者建議 直接就看CSPF來挑冷氣 所謂的CSPF 是國際間推行的冷氣季節性能因素 省電的話就是看CSPF值 那這個數值越高越省電 像Panasonic啦 它的機種 全部都是 目前所有品牌評級裡面能效最高的 客人反應啦 大概最少都可以省到三分之一 可能部分會省到一半 對它差蠻多的 解決好省電問題 再來就是顧好空氣品質 像最火紅的奈米新科技 Nanoe 也已經拓展到日常生活家電 SGS跟認證 能解決PM2.5 居家生活中的細菌 現在冷氣也配備這種功能 Panasonic它有一個日本獨家的Nanoe健康科技 這個有經過SGS的認證啦 它可以驅逐PM2.5百分之九十九 它們還蠻貼心的 就是它有燈號跟數值顯示 你可以知道你室內的空氣狀況 為接地氣 怎麼選冷氣 連續劇也上演 是說保固多久了 有七年保固喔 七年保固耶 在那七年這樣之前 在冷氣都不會破掉 還不準備 其實購買時 這個Panasonic掌握 就能輕鬆少負擔 因應這一年比一年還熱的夏天